要为您报道 在大陆发迹的食品业集团康师傅 今天在台湾挂牌上市 一开盘就涨停锁死 收盘价格为48.15元 还高挂14万张买单 而魏家四兄弟也再度一起现身 表示未来将会扩大对其他领域的投资 来壮大企业版图 9点钟台北股市一开盘 康师傅挂牌上市第一天 以承销价45元开出 立刻以48.15元涨停锁死 海外打拼20年回到家乡 鼎星集团魏家四兄弟难得齐聚一堂 为的就是这一刻 心情很好啊 那么因为受到台湾人民大家的一个肯定嘛 所以能够看到亮灯涨停嘛 所以非常高兴 中国食品业龙头康师傅 在台发行存透凭证TDR 首日高挂涨停板 相较下跌56点的大盘指数 康师傅表现亮丽 收盘时还高挂14万张买单 成为今年以来发行的TDR当中 首日成交量最多的一档 投资人横给魏家兄弟面子 而这次回台上市募集资金大约171亿元 其中有32亿元将用在家乡 张化的康师傅文化园区投资文创产业 以仅还乡的魏家兄弟在食品业站稳脚步后 未来将扩大投资范围 未来在地产流通或者文化产业的部分 应该是我们想走入的一个方向 赶上年底上市热潮 康师傅是今年第七家发行存透凭证的台商 接下来还有三家要挂牌 总计今年有十家台商回台上市 正将所预期明年台商回台挂牌 热度更高 投资人将会有更多选择 记者张金陈伯玉台北报道